大家好,我是管家婆董月阿姨,开始听我给你讲今天的故事。 今天我要带来的这个故事,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和皮卡书屋共同推荐的《小贝·挖宝》。 这是来自英国的乔纳森朗和柯奇·保罗共同创作的由范晓星翻译。 小贝是一只狗狗,好吧,看看这次它挖到什么样的宝贝。 从前有一只小狗叫小贝,它的脑筋可不太好,它把啃过的骨头到处埋,埋在哪里就全忘了。 它在花园里闻来又闻去,四处寻找埋过的骨头,好容易闻到香香的味道,而口水竟打湿了小草。 这堆蓝泥下边,肯定就是我的宝贝骨头,我就知道,我的运气好,肯定能把它找到。 小贝把爪子伸进烂泥里里,刨啊刨,挖啊挖,终于碰到硬邦邦的东西,它闭起眼睛,使劲往外拉。 可等它睁开眼睛,你猜它看见的是什么? 根本就不是它买起来的宝贝骨头。 哎呀,它挖到的,是老早就被人扔掉的烂鞋子。 鞋头开着天窗,还臭气熏天呢。 啊,这东西我可没办法消化。 小贝紧皱着眉头。 我埋的骨头一定还在下面,我要再接再厉地往下挖。 臭死了。 小贝把爪子伸进烂泥里,刨啊刨,挖啊挖,终于碰到一个什么东西。 它闭起眼睛,使劲往外拉,可等它睁开眼,你猜它看见什么? 根本就不是它埋起来的宝贝骨头。 原来,它挖到的是个灰头土脸的老矿工。 这个人被小贝拖着一只脚,正纳闷得不得了。 啊,对不起,对不起,您多原谅,我可没想过把您请到这个花园里来。 老矿工气得发了风,乌拉乌拉地骂道。 你这个坏家伙。 毛茸茸茸的大手掐得小贝喘不过气来。 嗯,嗯,这个人我可没办法消化,我埋的骨头一定还在下面,我要再接再厉地往下挖。 小贝把爪子伸进烂泥里,刨啊刨,挖啊挖,终于碰到一个什么东西。 他闭起眼睛,使劲往外拉。 这一次的家伙沉得不一般,小贝用尽了吃奶的力气,叮咛哐当,咔嚓咚,这东西摇摇晃晃,总算露了面。 你猜猜,这回小贝挖到的是什么宝? 竟然是一列呜呜跑着的地铁。 开车的胖司机,穿着红色的背带裤,二十四节车厢里的乘客尖声惊叫。 司机大吵大嚷,破冒三丈。 车还没有到站呢,这是搞什么名堂? 对,对不起,对不起,您多原谅,我可没想过把您请到这花园里来。 哦,这胖家伙,我可没有办法消化,可是我埋的骨头一定还在下面。 没错,小贝要再接再厉地往下挖。 小贝把爪子伸进烂泥里,跑啊跑,哇啊哇,终于碰到一个什么东西,他闭起眼睛使劲往外拉。 这个家伙比那地铁可沉多了,拖起他来,可真要命。 你猜猜,深深埋在地底下的东西,到底是什么宝贝呢? 不管是什么宝贝,终于被小贝给拽了出来。 啊哈,这一回啊,终于是骨头了,而且还不止一根呢,一根接着一根连在一起稀里哗啦叮叮当当。 大大小小的骨头可真壮观啊,哼,原来是一只恐龙身上的。 啊,真没想到,这么多骨头,我该怎么吃得了呢? 哎,我说你等一等,等一等,等一等一等一等。 半空中传来一声大喊,那些骨头可不一般,不能当你的盘中餐。 小贝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笑咪咪的教授,他戴着圆圆的小眼镜,手拿破破的红色文件夹。 可是,可是我饿极了,这些骨头是我的晚饭,要是不赶紧把它们都啃了,我的肚子准备饿扁的。 啊,这样啊,嗯,我不跟你开玩笑,这些骨头那归我,我给你,钞票怎么样? 教授说道,小贝伸出小爪子。 这个主意还真妙,骨头归你,两百万,一个子儿也不能少。 教授为难地挠挠头, 呃…… 最后,这桩买卖,还是成交了。 等教授载着满车的骨头开远了,小贝急忙朝商店跑,先往手推车里装上几大包猪排,然后是牛排,肉饼,大香肠,馅饼,丸子,鸡翅膀。 无比美妙的盛宴。 小贝,请朋友们一起来分享,大家再也不用啃干巴巴的骨头,也没有人的肚子,会被饿扁咯。 哈哈,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故事。 你喜欢吗? 小贝挖宝。 小贝的想法很简单,就是跟其他的狗狗一样,他只想找一根骨头来填自己的肚子,但是小贝这只狗可不简单了。 为了找到这根骨头,他不惜挖地三百尺,惊动无数人。 在挖出了破靴子,老矿工,地铁列车之后,我们这位一根筋的小贝终于找到了他的骨头。 不过,此骨头非鼻骨头,这可是价值连城的恐龙骨头。 这一下小贝发财了,不仅可以填饱自己的肚子,还填了很多其他狗狗的肚子。 好吧,简单的人,其实是可以做不简单的事。 不管你相不相信,这样说来,有点像童话版的阿甘正传。 你知道阿甘是谁吗? 问问我们的爸爸妈妈吧。 哼,这个故事我很喜欢,这只狗,小贝,我也很喜欢。 你一定要相信,幸福是可以挖出来的。 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故事,宝宝加油,明天见。